香港日记 1993年6月10日至13日 地下教主 知名商谷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6月10日 星期四 我们为来自美国的温顺天神父举办晚宴 每周他都会在大教堂举行英语弥撒 今天是他担任神职人员满28周年的纪念日 一直以来 温神父投入大量的时间走访中国的地下教会 尤其是每逢休假远足的时候 我认为他甚至还走访了官方认可的教会 也就是共产党口中的爱国教会 他告诉我们 某次在寻找当地的地下主教时 有人带他到一间小屋门口 他大声敲门 接着听到有人拖着步伐 从走廊另一端过来开门 门开了一道小缝 门后有位穿着T恤衫和拖鞋的小伙子 紧张地盯着他看 温神父对他说 自己正在寻找当地的主教 那小伙子关上门并告诉温神父 他一会儿就回来 几分钟后 他拖着步伐再次走向神父 并让神父亲吻他的主教戒指 原来那个小伙子就是当地的主教 他刚刚是去把主教戒指戴上 6月11日星期五 自我到香港以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女王生日宴 今天一整天都下着滂沱大雨 雨势甚至影响了我今早打网球的行程 为了不让大家淋湿 我们将明金收兵仪式改到宴会厅举行 优秀的警察管乐队在行进间吹奏出优美旋律 并以我最喜欢的管乐曲高地大教堂画上句号 我想在我要离开香港之际 也就是短短4年多的任期结束时 也会要求他们表演这首曲子吧 活动前 影瞳就建议港督府员工和我们的友人可以带孩子来玩 他们似乎都玩得不亦乐乎 媒体大亨莫多克再次来访 他正打算买下邵逸夫爵士电视王国的部分产权 显然是想把香港当成进军中国市场的基地 若要接待莫多克入驻港督府 可能会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为这无疑会招来他旗下媒体帝国大家踏伐 他个人的世界观和名下事业的利益不仅重叠 而且似乎结合得非常完美 周末我们走访了邓永强在西贡的美丽小屋 屋前有漂亮的庭园和壮丽的海景 邓永强爵士是一位慷慨 睿智且有教养的企业家 他在英国和在香港同样出名 对于他土生土长的香港 他高度支持民主 也重视中国所承诺的自治权 邓爵士已于2017年因肝癌逝世 西贡是个迷人的半岛 除了临近两个郊野公园 还有绝佳的步道 海滩 小渔村 住在这里一定很享受 邓爵士肯定也尽情享受了这个地方 他是相当令人难忘的香港人物 但其实他不管去哪里都能鹤立鸡群 他的祖父相当有名 是非常恪守传统的华人买办 透过经商致富 名下也经营巴士公司 但邓爵士的父亲与祖父闹翻 于是邓富几乎得靠一己之力将他抚养成人 他12岁时被送往英国念书 当时几乎一句英语也不会 但现在他却能说写优美的英文词句 还弹的一首好钢琴 他经营的演艺事业也相当成功 坐拥商家和俱乐部 名下的事业展现了他时髦的一面 最重要的是他为人非常慷慨 交友广泛 挚友甚多 并为艺术和香港的英语教育投入大量心力 而他的交际范围似乎还包括大量皇室成员 英国专栏作家多明尼克·劳森与琪琪·罗沙 也应邀出席午宴 多明尼克正好在写些关于香港和我的文章 我尽量必谈与英国政局相关 且会招惹闲话的议题 也就是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被迫去职 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势 但这种状况其实也算可以理解 多明尼克是优秀的记者 但他的观点我并非全部认同 邓永强在午餐时表示 目前香港有钱人把香港出卖给中国的程度 让他非常震惊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看起来 我们下期待 现在要看起来 感谢观看